凤山讲堂举办广播营活动 让小朋友透过轻松的方式学习佛法 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三号广播戏剧营 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让小朋友开心学习广播技巧 戏剧表演与佛法 我们的学员主要是国小一年级 升二年级的同学 一直到国小六年级 这些都是来自于我们在凤山跟高雄地区的 这些小朋友们 他们的家长都会带着孩子来一起参加儿童夏令营 那有的是我们的信徒 但有的是因为看到了文宣广告 来报名参加我们三号儿童广播戏剧夏令营 那这一次呢 比较特殊的是我们再加上了戏剧 以往我们都办的这个广播夏令营 都口碑非常好 所以除了我们今年有办广播夏令营之外 我们再加上戏剧表演 那也透过寓教娱乐的一个方式 我们请到了港都电台的ZZ小岩老师 还有表演合作社的张翰宣张老师 他们都是以非常专业的一个能力来教导大家 而且他们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引导小朋友们学习跟成长 最后呢会有一个成果发表 让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展演 他们在这三天当中所学习的一些状况 那不管说是主角或配角呢 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儿童夏令营的一个活动里面 我们主要也是希望大家能够 在生活当中学习 那也运用佛法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 商好广播西剧营 以商好为主轴 教导小朋友说好话 做好事 存好心 让他们能将佛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中 史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道